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近日中国的教育部发出了一个通知 在通知里面提到 今后高校专业的设置 要和毕业生的就业挂钩 这样的话 如果某个专业连续两年 就业率不到60%的话 这个专业招生就会减少 或者甚至取消这个专业 那么这个问题 因为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问题 关于中国的教育体制 关于中国的就业市场 关于中国的人才培养 以及更多的人谈到的是 出国留学潮的问题 因此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那么在下面的一个小时时间内 我们想邀请观众朋友们 和我们的现场嘉宾 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直播电话 646-519-2879 同时也可以通过Skype RDHD2008和我们连线 一起来讨论 中国大陆的观众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 可以通过爱博电视 直接收看 不需要通过网络封锁的软件 好 下面我们先看一段录像 中国政府正打算解决近期 显示的一个人口问题 一代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 不过中国政府的解决办法 让国内一些人感到困惑 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教育部本周宣布 计划逐步取消那些就业难的专业 政府将很快开始 根据就业率状况 评估高效的专业 缩小或取消那些 连续两年就业率低于60%的专业 此举一再解决中国大学生数量 巨增带来的就业问题 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2010年每10万人中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 以猛增到8930人 是2000年的1.5倍 导致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 大学生所掌握的技能 与出口导向型 且以制造业为基础的 中国经济的需求并不相符 对教育的严格限制 被认为是中国人创造力 被扼杀 以及众多中国人选择留学海外的原因 很多中国人质疑 一个总是在试图压制那些脱颖而出的 学生的教育体制 到底能不能培养出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这样的人才 很多有足够资金的中国学生 已经去美国上大学了 美国高校培养出大批人才 其中一些人成了全球顶尖的革新者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2010年的报告 去年共有12.8万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使中国成为在美国高校读书的海外学生 人数最多的国家 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两位在场嘉宾 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的陈志飞教授 陈教授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重庆工商大学的讲师 汪笔记先生 汪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陈教授刚才我们看了一段录像 这个问题你想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挂钩这件事情就业市场的挂钩 和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的情况 它有什么关系 是 情况基本上这样 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社会一个比较大的社会问题 就是大学生就远难 这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不存在 当然是我们一个罗伯一个坑 只是有工作好坏的区别 绝对是没有找不到工作这个之余的 但现在这个普遍碰到的一个青年学子 就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使得社会矛盾更加的激化 尤其是在社会上出现了所谓一族 就是说或者啃老族 就大学毕业以后 无家可归 只能群聚在一起像蚂蚁一样那么生活 就是没有办法之后搬回去跟家人一起住 要父母养老 也父母养老金来养活他们 是所谓的出现了啃老族 在大学生上出现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可悲的 因为大学生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支柱 也是一个社会的希望 但是我们在现在这些中国大学生上 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它相反成了很多人的负担 另外最近这几年 由于这些情况的发生 甚至出现了现在大学高考人数未减的这种现象 你说中国的大学生的前途 现在其实是未谱 而且很多人对此抱有疑问 那么教育部国家教委出台这个文件 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 试图想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虽然他说官面上的数据是 好像有70%多的人 大学毕业生都找到工作 其实 但实际上 我也是在从事教育行业 而且我家人大部分都在国内高校任职 我跟他们经常在这方面进行切磋 他说那种是有很多的办法来虚弄数据 这个数据是不真实的 我学校有很多办法可以来操纵这个数据 所以说这些大学生毕业的人口 就业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那么现在教育部好像采取了一种 中共一贯的这种 与天斗与地斗的这种 就是非常科学的符合办法 他又采取了这种 把大学生的专业设置 跟就业率完全挂钩的这种技巧 那就是说 像您刚才讲的 如果连续两年就业率低于60% 那么这个专业就要面临被砍的这种危险 而且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 因为外界对这个事情也很关心 这报道就是沈阳师范大学 东北的几个学校 好像俄语专业都比较强的 他这个沈阳师范大学俄语专业本来是很不错的 50个 对原来朝五十现在砍到25 其实我调查了一下 好多观众听众的观众来信 他这种事情虽然在西方引起很大的反响 但是跟西方的思维完全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中国人们公认的 其实最难找工作的是法律专业 法律专业可能就是一般在各种专业中是垫底的 那么你要不要把法律这个砍掉 那如果把法律这个专业砍掉的话 其实中国这个法治社会如何建立呢 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那谢陈教授 那个汪先生 我现在就想问一下 就这个事情是根据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个就一段录像 这是在过去十年当中 这个大学毕业生 在校大学生的这个数量增加了百分之 达到了150% 就是增加了这么多 那么这个过去十年当中 中国高校招生的这个膨胀的情况 是怎么发生的 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你最近才从大陆出来 好 这个过去十年出现的大学的盲目的扩大建设 各个地方的大学城的建设 就造成了地方的领导 把大学的扩招做成一个政绩 中共这个社会的控制里面来讲 它有矛盾性 一方面它希望所有的人民 包括大学生都是渔民 都不要清醒 都不要有独立的思考 一方面它要去宣传它的社会进步 它的政绩 它要来大学扩招 大学扩招对领导人是一个政绩 对当局教育部门或者学校来讲 是一个业绩 它扩招了以后 它的收入要扩招 所以造成了大学生的 收入扩大是因为学费 就是中国大学生的学费 基本上是自己支付的 基本上是自己支付的 挺高 但也有一些补助政策 但是这个是很少一部分的 那么在这种矛盾体制下面 中共是从政治的最高的层面来讲 是非常警惕大学生这个群体的 大家知道从87年的学潮 到89年的学生运动之后 中共对学校的大学的控制 非常的严格 从每一个角度都控制 那么现在 由于充业绩 充政绩 大学生的数量上去了 但是培养的数字 没有跟相应的上去 和社会的那个吻合度了 也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呢 实际上中共就担心了 因为如果说工人的失业 罢工或者谈判 它有一套对付的方法 但是对中共来讲的话 最担心的就是大学生 因为他们在 或窃取这个政权以前 也做过所谓的学生运动 他们在76年 87年 89年 也越遇到学生的觉悟 虽然中共脑子里很清晰 学生受到了压迫 受到了迫害 它反抗起来是非常厉害的 那反过来讲 中国大学的教育的 最大的问题 不是这个专业设置也好 这国家怎么去评定 这个专业设置 最大的问题是 有独立的大学的问题 大学不要官僚化的问题 那么中国存在一个 千千万万个官僚化的大学 最近出现一个 非官僚化的南方什么大学 在深圳的很困难的 生存不下去 绝大多数大学校长 有他的行政级别 每个地方有什么处级 有什么这样级别 他都和官僚化 所以他的大学 更像是一个行政机构 不像是一个教育机构 所以这种情况造成的 他的教育质量 肯定是 不是很佳的 加上社会上来讲的话 中共希望 更多的人学理科 你看现在政治局的常委 那中央来讲 理科的人总是前途比较好 文科的人他总是打压 很少很少让他发展 那就说到文科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课程设置的 这个要取消的课程设置的 现在很可能 最先 我想在国内有很多争议 那争议很大的呢 其中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 你不能够以 这个大学教育 它毕竟不是职业教育 不像是那种职业教育 就是我为你工厂 直接输送人才 所以相对来说 它有一个基础性教育 所以现在争议比较大 一个是基础科学教育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文科的教育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 这两个领域 就是对于中国来说 就中国的就业市场 和这两个领域的差别 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中国的就业市场整体 是缺人还是人太多 还是整个教育和它不匹配 以至于教育部 要用这种方式来 让这个大学教育 和这个就业市场结合起来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都有 先从第一个谈起 我觉得大家忽视了 这个政策出差的政治背景 最近呢 我觉得中共内部 一些左精英分子上台 或者说有抢班夺权的这种趋势 尤其在明年18大 可以看到 那么已经在文化系统 它现在出台了什么政策呢 出现了要限制娱乐节目 而且跟这个基本这个政策 出台同时呢 它限制 也就是出台另外一个政策 规定不许在电视剧 也就是播放过程当中 插播广告 因为你知道中国大陆 很多观众主要是看那种韩剧 比较那种流行的电视剧 在电视剧当中插播广告 实际上是非常赚钱的 那么他主要觉得 这种民营地方台的 普遍这样做呢 是把那个中央电视台啊 这种具有身后政治背景 党的喉舌的这个声音给掩盖 所以说他现在要出台这种政策 于是类似的 也就是说要出台这种 大营生专业限制政策 因为大家说限制 我们知道比较 就热门的专业啊 就像一个外贸啊 计算机啊这些 他一般来说基本上发展 一方面快 一方面社会需求也比较多 那么您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他现在砍的最主要的目标呢 实际上是人文专业和基础专业 先说人文专业 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 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名义 和道德水准 和下一代的人的这种思考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美国呢 它是属于技术教育的一部分 你像哈佛大学 它是一个大学 它不是文理学院 这我很了解了 它实际上每个人 他首先要接受文理教育 中国的大学生 他选择一身的职业 是在一个月内完成的 而且是很压迫的 很紧迫的情况下完成的 是在大学一考 和那个大学考 那个就是说高考之前 那个短短的那么几十天 三十天不到时间内 你要完成你一生最大的选择 而且完成了以后 你就基本没有再改的机会 美国大学不是这样 美国大学全部招进来 招进来前两年 是接受普遍教育 要读classic 要读亚里士多德 对吧 要学一些基本数学物理 然后呢 这三年就在declare 宣布你的major 然后再看你的情况 需求情况 分数情况 再考虑把你往哪输送 而出此这哈佛达 就是这样做的 这美国顶尖学校这样的 别的学校 除了美国有很多的理工科学校 是中国大陆都知道的 什么UAC 对啊 配那